你试过去 为真意而斗争 你要牺牲成性命 但为于眼前的利益斗争的时候 其实可能很愚痴 我举个例子 比如社会是一个饼 大家吃 而通常斗争怎样呢 我的饼要大一点 其实饼大一点的时候 代表另一方面饼是小了 一饼是这样的 第二个就是要深信恩 如果有些人你跟他争取的话 他本身根本没有这个幅度 你跟他争取 争取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 最重要的是你带一大堆人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智慧 先带一帮人去阻碍 因为如果你是慢 带一帮人去阻碍 他不会走这个正路出来 就算你真的得到的时候 我定不到这个无数 因为得到的时候 你很快就会无数 就算你有的时候 始终你的生命是会离开你的 如果为了这么短暂而披生 即是说 这么多东西而争取一些东西 而争取一些东西 争取一些东西是无数的话 这东西是很不值得的 不认为人一时要有那个智慧 不过我一样问问大家 大家都想有智慧 是不是 智慧是用来做什么的 分辨指 你觉得不可以消灭一些鱼痴 你觉得不可以吗 有智慧有鱼痴 有智慧有鱼痴 有两样的有 那智慧有鱼痴 没什么 那智慧就没有什么用 非常咯 因此有点智慧就有没有 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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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 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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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問我 你現在說學之外就沒有語氣了 因為這個 我還有什麼 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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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說得很聰明 我們很多時候 這些純粹我都說是驚人 我不會指發揮 劇如痴 或者 無明 我們通常說一個無明 劇如痴和無明 其實是 兩個是 人家叫姊妹 什麼叫姊妹 就是有這個一定跟另一個 一定跟另一個 什麼意思 你不可以全部是一樣 但是 我應該不會這麼說 有智慧的時候 愚痴就不在 但是當愚痴不在的時候 不不 智慧不在的時候 就有愚痴 兩個是 就是冤家 永遠不會黏在一起 有愚痴 你就沒有智慧 有智慧 你就沒有愚痴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人 你證明什麼 證明我們有愚痴多 愚痴多 愚痴少 甚至那些地用的 愚痴都沒有 或者 平時已經很幼 所以我們學了 我們培養什麼 就是 將愚痴的版圖 放闊 讓愚痴不存在 而不是不存在 而一刻都不讓它存在 我們要愚痴 例如我們學打了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不將它呢 就是我們要看清楚愚痴在哪裏 不要讓它出現 我們不要把滅它 但是你不要讓它出現 就是恥強比燒 就是這樣 學得最難學 我們人的耐性的那個強 譬如今晚上課 一個星期可能上兩個小時 但可能有幾百個小時睡覺 我舉例也不會 所以兩個小時 叫做那個智慧回來 然後明天吃咖喱雞 就是我舉例也這樣 其實你將愚痴的時間 拖得很長 其實你看到生命 就看到自己 你才慢慢反觀自己 最好打造 你反觀一下自己 愚痴的場 還是智慧的場 你看到自己的生命 究竟是智慧多 還是智慧少 你不需要問人 你自己提 反觀到自己 你發覺什麼叫智慧 其實智慧也很抽象 當人很清明的時候 你不需要想很多 你不需要想什麼道理 你不需要想佛的道理 佛的道理只是話 你不明白道理才知道佛的道理 佛其實沒有道理 你只要你不明白 錯觀了它告訴你 其中一種藥方來 你拿著它 那些不是智慧的 它那個智慧就是 你不明白 它只是告訴你 你明白的時候 這東西沒有意思 你不可以偷著它 就是等著我 你如是一如是說 你不懂 你經常擺在心裡 它就是這樣 你擺在心裡 你擺在心裡 它經常握著 全身藥方 全身佛法 但你根本沒有 那些事 沒有意思 所以你經常保持著 什麼叫智慧 就是你經常保持著 心清明 即是覺醒 是嗎 差不多 覺醒其實都是很抽獎的 即是說 你怎樣 什麼叫 我們有時候要學智慧 不智慧 什麼叫覺醒 就是 譬如 有個人 叫你暴司 你給我一百元 今次我回去哪裡 給你一百元 我給你捐 我給你捐 你會怎樣 你如是 你如是 警一來的時候 你人心裡會轉 給不給好呢 信不信 紅椒會不會自己落格 是 什麼叫如是 這些就是如是 你不知 警方不來的時候 覺得很清晰 譬如你聽聽的時候 個人哭也很清晰 但警方不來的時候 你心一動 所有的煩惱就會動 心不動 什麼叫做 好語言 我智慧一下 他無論什麼情形之下 你會問我 一千元一百元 我心不動 很了了清楚的警方 我給不給一回事 這兩件事先 起碼 有些事情很難說 這個道理出來 只有你慢慢去 去了解什麼叫如是 什麼叫智慧 就是 不會讓自己 任何衝動 帶領自己行一件事 還有盡量把自己 那個念 不要隨時 爆發出來 當你打錯多人 因為那個念 是會慢點起的 念念慷能 是的 差不多念慷能 但是念慷能 這些事情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是 起碼 你不會少這種衝動 少了什麼 被外景帶著你走 我們人最痛苦是怎樣 因為我們人有新的執著 如果要我們執著這個苦本 那東西是真的時候 我們只要帶著下 就是那個苦 我講回無常 大家都了解無常 為何就是痛苦 就是他永遠都不能夠穩定 他們今天得到的東西 可能失去 你今天有生命 可能失去 但是我之前上一節 已經講過 給一些同學聽的了 我想大家記得 無常是不好 那常是不好 常也不一定是不好 其實常有時候 痛苦 是比無常更加痛苦 因為常的時候 那種恐懼感 是比無常更大 所以其實說 無論事物是 只有事物是時候 無論你常 或者無常 兩樣都是痛苦 我不是一個悲觀的人 只是告訴你 你看事物 就說 你擁有的東西 和你沒有擁有的東西 兩樣都是痛苦 你只要放牆雙眼 某一樣東西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苦本 這個就是這種智慧 因為你看到之後 你的心會很定 無論什麼 你會不會動 只要你這樣看出來 所以我們第一學 就是學 你學了苦 其實你學 現在已經學了幾苦 苦 其實苦不是一個十個 如果一個人有說 這個師傅說 是忠於和合 其實我們還有第三人 一定要學 我多說一件事 因為我講講打坐 因為我沒有好想講打坐 因為我看錯了也不知道 我又要學這件事 這個佛教我最主要的命 其實生命 因為我們想講打坐 我們想講打坐 我們想講打坐 這件事 它不是沒有的 好像說 不如我講 不如我忠於和合 即是一個字面上的解釋 是沒有的 它始終 我先講這個 我們先講這個 我們還未講這個 這個講 就等於我們說 你在一個空的時候 你就會 例如我先講另一個樣 先講北空 因為空的時候 你未必要了解 如果我們講生命 如果我們有很多不如意的 的東西存在 令到我們國策的生命 一直在移轉 如果我們沒有 有虛空感 是很消耗 很自在 如果我們國策這件事 有很多人要做 有兩種方法 一種呢 將這兩種方法 將我們人質 有兩種方法 我現在講兩種方法 一種是將我全部 苦的東西淨化 令他不苦 例如李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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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將他陷害淨化 可以免有痛苦 將這個全部 將它改變 將基因改變 現在我們這個 當是基因 有種子有什麼都好 因為你存在 你依附那種東西 我們改變它 這個就是我們叫 小誠的修法 將它全部變成 將它變成 將它變成 但他都覺得 這些東西實有 而變成 所以他要做很多 一些念仲 修行 改善 將它一直改變 將它一直改變 現在我們有很多種人 其中一大部份人 如果你本身的性 不是很兇 的話 都喜歡做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都在程度上 比如說 等於他 他希望下一世好一點的時候 你一度做的時候 你煮化了這個 其實 都要下世好 當然 你什麼都不理 那些自然 他可能會去 下一世受苦 但有些人 將更加淨化的時候 他可能用到更加好的境界 我們現在通常 人很多種 我們說不空之下 我們說人 人種 要種先 你看你屬於哪種人 其實很決定你 你未來的生命是怎樣 你反觀自己 自己屬於哪類的人 有一種人 他生出來 他就是 他就是人 他極其量 有天是滿足的 就是 最快樂的境界 天是最快樂的境界 他就是很滿足的 因為 他就是 他善事會做 他做得善事 但當然 他要有回報的善事會做 例如 你剛才說 我給100元 他想想 值不值得過 有什麼好處 他最要 有10元 你才行 對 這裏 這裏就是第一種人 這裏就是 這裏就是最多的 這裏就是最多的 最多的就是 連這裏都不會 這裏就是 這裏最佔大部分 這裏就是 什裏都不管 最多的 心靈點 最重要是眼前 搞定 這裏就是 至少90%的人 都是 雖然不雖然 很苦 什麼都不是 搞定算數 大魚大 我喝啤酒 你看 你出去看看 通街都是 我不是 我完全沒有遇到 那裏的人 但不幸就是 90% 我猜到90% 好了 接著有小人 我不是 都希望做小事 有錢紙 有一千元 都給10元 舉幾 有些人是 這些人 這些人可能 幾個% 因為我覺得 你看賣旗 有多少人 給錢賣旗 看得到 幾個% 10個% 所以看到人 我 完全是 純粹我自己個人 不會多 好了 再上 有些人 就求他生命 是好 最主要你 為什麼要學呢 就是 你本身都不追求一件事 你學什麼都不會學 你不會學 你要滿足這個生命的時候 你不需要學 你出去站在街裡 買兩碗啤酒 就賤在這堆人裡面 好了 接著想學 就知道 你只會 群回物以為罪 群回 但有第三種人 其實有很多種人 他就說不是 聽聽佛經 或者上去 我不喜歡 你去支架 我都不會故人 想支架 好了 那些人 他 他對於這些 起碼首先 他沒有反抗性 沒有反抗 即是他接手 他覺得 原來生命是可以 超升的快樂 超升的快樂 這是很重要 這個呢 譬如我們 其他人說 這是一種種字 這種種字 就是說 我們順著的方向 我們順著的方向 就能夠刀解脫 這種人 當然 不是那麼多 是很少 很少 他會怎樣 譬如你放生 他就隨你 或者去佛七 他就不多不少 中了某一部分的善吉 我們很多時候 福和智慧是平排的 你不可以單一邊去 即是 是很困難 那這個叫什麼呢 我就叫做 順著的勢去 就得到一個叫解脫 不過當然解脫 你今天未必知道真正的解脫意思 即是你順著勢去 比如樣子隨起 其實最主要就是 一個叫 叫歸醫 不過我上一次 第一課 我講歸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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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十個是歸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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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恩怨很重要 你明白過什麼 你沒有恩怨 你根本不會接受 其實歸醫 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你還盯不得 你還好嗎 那個歸醫